你對澳門藝術的未來有甚麼希望 很大的幫助 我覺得可以推動年輕的產業 我覺得如果那些畫展 是有些跟澳門的歷史有關的話 如果好像那些遊客來了的話 看了之後應該更加了解澳門 澳門我想看到一些本地風格 對 而且現在生活慢慢好了 人的追求都會高了 我覺得如果藝術提升的話 也會很自然提升澳門的知名度 我希望澳門未來的藝術 有更多年輕人一起參與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是有多些人去關注藝術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藝術圈才會更加有多些人去做創作 和更加活躍 藝術提高了以後 那當然提高市民的文化修養 另外也增加你這個城市的魅力 吸引遊人 可能如果這裡有多些藝術 好像歐洲或者其他地方很漂亮 到處都很漂亮 我覺得都會吸引到人來 藝術當然很重要 藝術是一個人是真是美 沒有藝術就沒有美 沒有美生活就很孤寇 藝術和生活是息息相關的 比方說我們看到的 我們都希望看到美好的事物 美好的東西 藝術的話可以讓你實現 澳門藝術的未來 我想不只是藝術家的事 我想是一件全民的事 但當然很希望澳門藝術家 能夠有多些機會 展現屬於澳門人的藝術 我覺得澳門可以接受 多些不同類型的藝術 進入澳門 除了澳門是很多平面的作品之外 可以多一些行為藝術 或者是陸像、陶瓷這些 都可以做多一方面的發展 如果藝術是搞戲 令澳門變成一個新的藝術都市 會為無論是效益也好 還是內涵也好 都為本地人和澳門 帶來一個新的轉捩點 我覺得澳門現在很需要的是 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藝術體系 澳門這地方其實 有很多很精彩的東西 可以讓藝術家們把它們建構起來 可能會需要一些平台 一些引入 另外一些輸出 舉個例子 譬如我們有很多的博覽會 藝術博覽會也好 一些各樣文創的東西都有 但是有沒有一個平台 是銷售的平台 一個相對穩定的銷售平台 舉例拍賣行 會不會有這些出現呢 另外介入 會不會有一些外地的 譬如具有實力的 認知到知名度的藝術家 危評人 拆展人 是介入澳門的藝術事業 另外輸出 我們的藝術家 到底在外地 在一個國際的藝壇裏面 到底是扮演著一個什麼角色 自己的定位在哪裏 我們出到去 應該知道自己 到底在這裏 還是在這裏 其實需要不斷的 這些內與外的觸碰 才會有進步 我相信藝術家本身 都希望見到更加多 這些狀態出現 澳門是需要辦展覽比賽 也是那些拆展人 需要國際性 是令澳門人 或者加州人 信服 如果有多些國際性的博覽會很好 第一 給觀眾可以擴闊視野 亦都可以讓澳門藝術家 可以有一個平台 可以令到外國 或者世界各地 都可以認識他們的作品 有一個曝光的機會 亦都可以他們 接觸到不同地方的畫廊 和一些不同國家 不同地方的賣家 和一些不同地方的地獄 都可以得到 在大陸我們 和一些外國人 大陸我們 都可以進行 大陸我們 給予大家 大陸我們 我們來